我給你們一個網拍的概念 因為我覺得一百元者 為什麼呢 業包無小就可以 因為我發現很多的網拍創業者 他們其實是沒有商品的 是以空賣空 你先訂購好了之後 我再去把貨物品調給你 所以它沒有囤貨問題 它只有調貨的問題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會 網路的做行銷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要請問一下李總 說真的在網路上面開店 大概需要準備多少資金 其實說真的我覺得最少 保守補給我那時候自己拿出來 是五萬到十萬塊之間 因為五萬到十萬之間 它的貨的周轉率會比較快一點 因為如果說像剛剛價格 如果定在這個價格以下 會發生一個問題是說 如果我今天在做銷售的動作 我可能來不及補新款 因為我可能口袋不夠 我不夠追新的 這種這樣講起來等於說 創業資金是五萬到十萬 所以並不是特別的高的門檻 但是這樣講起來 它困難的地方是在哪 困難應該是後續 因為剛剛在講的這一塊 其實是放在一個 前面的一個貨的一個動作 那貨的自備款的部分 那準備出來 你把貨的東西弄齊了 弄齊之後 你行銷預算是後續的東西 那你說五萬到十萬塊 我剛剛講的都是貨的東西 對 除非真的就像 拎個皮箱就沖夜市的那種 它不用什麼行銷特別大的預算 它只要有人潮 它只要選對地點就可以解決 其實網路上也是一樣的道理 同學沒有問題了 Ruby 我想要問Tony就是說 光於網拍的行銷部分 要怎麼做比較好 你先問他 他沒有女朋友OK的 他沒有 沒有 先把他推給他 我愛Ken哥 我愛你啦 他是Ken哥的 其實網拍行銷分兩種 我覺得主要是 一個是 有資源一個沒有資源 所以有資源可能就是有成本 你需要花到錢的 那我覺得初期新手在 剛剛李總也有稍微提到說 其實當你把貨這件事準備好的時候 其實你們可以善用很多的 網站的平台 比如說 或是像 開店123 這種類型的開店工具 然後善用這些網路的工具 甚至是自己弄個粉絲團 就可以開始賣東西了 那這就是所謂的 不需要成本的 那再加上可以善用你們的大部分 大學生裡面的光環 還有一些節目的知名度 給予你們一些 推廣的方式 其實你們很多學生 也都在網路上賣東西 那另外一種 就所謂花錢的 那花錢比如說 像請 像我們催眠一種部落客 知名的部落客 來幫忙寫文 幫忙推薦 幫忙背書 那這就是所謂需要花費的 那當然你在網路上 也可以買很多的廣告 來導更多的人潮來到你們的 不管是粉絲團 或是部落客上面 或是你們自己 可能花了錢 請人家去做了一個 你們自己的商城的網站 這些都是需要 這是所謂的有成本 前面四位 其實是有實際的實戰經驗 對 到底其實它的困難會在哪裡 你們可不可以提出來告訴大家 Emily 我覺得困難地方應該是一開始的人手不足 還有出貨程序的方面 因為一開始就是因為這些選材料 因為我比較不希望跟別人一樣 所以都是我自己去各種店去找的 然後再加上就是要每天要在電腦前面回應大家訂單的問題 然後再出貨 像我一開始都是因為還不知道掛號的方式 都是用面膠的 然後就可能一整天都要開放時間 就是從1點到6點 就要待在麥當勞等那些客人來 妳為什麼不就直接在那裡賣就好了 妳知道嗎 妳不用在我戶上了 對 太可憐了 就擺攤吧 面膠 然後因為面膠又不知道人家長什麼樣子 然後就是可能要一直對一下看是不是 然後他一直看我 然後就這樣面膠 就覺得這樣很不方便又浪費時間 後來就發現可以用郵局掛號的方式 就是現在 是我才發現 就是郵局代言人嗎 好妙喔 但是真的很方便 因為就是只要人家一匯款給妳 因為一般來說在網路上面買東西 我們一般都要等7到14天 但是我就是標榜就是妳一匯款 然後隔天我就幫妳寄 然後兩天內就可以收到 那唯一呢 妳覺得困難處 在網路上最多應該就是色差問題 對 然後我們其實拍的照片 因為我們都會請攝影師 然後其實在 在攝影師的部分的話呢 他都會把它拍得很漂亮 對 然後其實很多人都會收到 就會覺得說 欸 為什麼跟實體差那麼多 所以其實他 差最多的就是像這個的話 飽和度的問題 然後 飽和度 對 因為像這個就很 對 這就是色差問題 我們請那個後面女生猜 朱妹妳看得到嗎 兩個包 妳覺得哪一個貴 大的多少錢 小的多少錢 我覺得小的應該要一千多 然後大的五百 小的貴啊 後面的大額妳覺得呢 我覺得大的比較貴 大的多少 看起來應該1080那一種 1080 小的都妳覺得 小的五百九吧 五百九 唯一替我們揭曉 這個的話叫快兩千 因為這整批 快兩千 對 然後這個 大得一定就 這個的話它980 對 因為它主要就是 它連那個零格都有差 所以請問一下李總 就是說一般的這個新手 比如在網路上面開店 最常犯哪些錯誤 學生最常拿過來 可能就拿個不到一萬塊的錢 就說他想要創業 原因只有一個 因為他覺得這樣錢就做得起來 因為他覺得大家都做得起來 他一定做得起來 再來就是觀念上的問題 再來就是一些法律上 公司上的問題 因為如果說今天要玩網拍 我說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玩網拍 單三晚拍這個動作 也要設立公司喔 如果沒有公司 國事局會來查 因為我們曾經也發生過這個問題 因為剛開始做的時候 就什麼都不懂嘛 然後就做下去了 然後做下去之後那時候就是因為 賣得其實還不錯 然後加上就會有同業競爭 就有人眼紅了 然後就會來告一下狀 或是幹嘛的 然後在告狀同時就會告訴你 國事局就在查 然後一查的時候 睡醒房還滿重的 嚴肅啦 我們馬上就要來一一檢驗 大家的夢到底是不是很腳踏實 還是現在就睡掉 好 有兩位同學對不對 有小兵 還有申釉 好 小兵 就是我想要開一間小小的 就是賣樂器的公司 那個網路的商店 然後因為 比如說就是賣吉他 或者是賣鋼琴那種就是很多人做的 然後競爭得比較多 所以我會想要希望說 比如說賣一些比較稀少的民族樂器 比如說口黃琴 然後口黃琴就是這個 我有帶就是這個東西 然後它很酷就是 就是它有一些口黃琴是歐洲 然後德國什麼英國什麼 然後在台灣沒有進口的 然後就是必須要透過 譬如說要先進… 可以試著play它一下嗎 對啊 它是就是這樣 可以像這樣 對 原住民的朋友 對 原住民的感覺 然後它可以搭配 跳跳舞出來之後也是這樣 然後它可以搭配B-BOX 對 來一段 來一段 開始